立陶宛乳製品每年有上千噸 出口中国却疑似因为要跟台湾 互设代表处遭到中国经济报复 破罗的海时报报导 立陶宛与中国在饲料等食品出口 许可上的谈判 今年初以来越来越困难 最终完全停止 中国已经不审批了 立陶宛却没有收到任何指示 非常奇怪 当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的游戏规范 把经济当作政治的武器 所有跟中国往来的私人企业 跟国家组织都要特别警觉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希望说在全球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 这个立陶宛的国会议长 可以到台湾来访问 立陶宛去年对中国出口 七千七百吨的奶制品 以及六百二十五吨的水产品 今年上半年数据直接腰斩 中国动用各种手段报复立陶宛 先是召回大使 又中断直达铁路货运 现在还阻挡立陶宛食品进口 满含的行为国际看在盈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亲自致电立陶宛外长 支持立陶宛与台湾拓展关系 台湾制线基金会 特别邀请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士 线上演讲 谈到立陶宛如何脱离苏联 完成独立之路 如今又勇于为台湾发声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副主席 认为台湾经济实力跟创新能力强 与台湾合作有利 立陶宛追求民主人权 选择与台湾站在一起 外交部晚间也发声明强调 台湾与立陶宛共享自由 民主尊重人权法治等等 面对威权体制逼迫威胁 将会继续串联美国行政部门 国会欧盟以及其他支持 民主自由理念相近的国家 权力声援立陶宛 台湾力挺立陶宛也已经致函 邀请立陶宛议长 国会友台小组主席等人 等疫情趋缓后来台访问 即使可以预见中国会持续施压 立陶宛没有半点退缩 中国真的非常阿拔 人家立陶宛想跟台湾发展交情 跟我们交朋友 中国就说不行 而且只要不顺他的意 就想出各种制裁的手段 要来报复人家 现在中国除了之前 召毁了驻立陶宛的大使之外 现在又说要暂停审查这个食品进口的申请 也要停止出口 关键的原物料 好外交仗截还有军事演习等等的 就是要逼这个立陶宛来做出这个选边站的抉择 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邱委员 怎么看 但是立陶宛现在其实非常的坚定 没有要退缩的意思 钢铁一般的坚定 是 那我前几天我也以台湾跟布洛利亚三国国议院联益会的会长的身份 是 我自函给他们国会的议长 还有他们外委会的主席 还有犹太小组的主席 我真的是发函 请他们在疫情合稳之后 能够率国会反问团 来做国会交流 来促进双边关系 我想这个 台湾跟立陶宛 我想虽然地理上的位置非常遥远 但是因为理念 我们都支持民主自由 捍卫民主自由决心 这个是完全不能否认 而且是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方向 那当然立陶宛是台湾在欧洲 第一个以台湾名义射出 这是非常大的突破 当然立陶宛这个不管是总统 或者他们总理 或者他们的国会 朝野 人民全部都支持 跟台湾建立更紧密 更深厚的关系 是 我讲一个国家的外交 绝对要他的自主权 他要跟谁建交 他要跟谁发展实质的关系 这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以他的内政 不容许其他国家说声道事 那中国只要看到 他跟台湾有任何好的进展 那当然他就用他战狼式的外交 绝对用很多复合式的手段 他先把外交降级 召回这个双边的这个大使 然后他用经济手段 禁止立陶宛农产品出口到中国 然后限制中国的这个所谓零组件 还有原物料出口到这个立陶宛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报告 他们的双边的贸易额 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是三亿欧元 对 那中国进口到这个 立陶宛从中国进口到十亿欧元 大概是原物料跟零组件 所以双边的这个经贸关系 并不是主要的的有有很高的互赖性 主要他立陶宛还是跟周边国家 有比较多的这个经济的依赖 所以经济上 如果中国要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 我想他没有任何效果 举一个例子 中国也曾经对澳洲 他铁矿沙实施经济制裁 他用这个来厚阻澳洲 结果澳洲他的经济沉重力 不降反升 他从今年的多少 三点五上线到四点七五 所以他用经济制裁 反而是一个反的手段 如果你用外交降级 或者是用军事演习 我想民主社会 民主国家 没有人可以接受一个国家用外交 用政治 用军事的手段 去威嚇一个国家 不能采取某种外交的作为 我想中国的这种做法 是没有任何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 加上这个我们这个美国 美国不管是他的副国务卿 Sherman或者是布林肯 他分别打电话给这个立陶宛的外长 对 亲自跟他说 对于立陶宛发展 跟台湾的双边关系 是铁一般的坚定的支持 所以代表说美国支持台湾跟这个立陶宛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不管是政治外交或者经济 连英国的下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他去访问立陶宛的时候也提到台湾 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盟友 我也支持台湾跟立陶宛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 好 我注意到一个专访就是这个他们的经济部的立陶宛经济部的这个部长 是 当然着远于他们的国家利益跟台湾有更紧密的经贸的连结 第一个他出口市场可以多元化 加上台湾有很多优势的产业 包括雷射 包括金融科技 也包括生科产业 也包括航太 这就是半导体 也都是台湾的科技的强项 如果能够进一步跟台湾产业合作 技术合作 我想对于这个立陶宛的经贸的转型 经贸的这个发展 绝对有正面的利益 那台湾也非常愿意把台湾的强项 比方说金融科技的部分 生物科技的部分 或者甚至航太 把他跟这个立陶宛有更多的连结 更多的合作 毕竟我们都是面对强权的第一线 台湾是在第一岛链的前线 那立陶宛是在对抗俄罗斯 这个强权的第一线 所以同样受到强权的威胁 我们必须除了共同理念的结合 捍卫民主自由决心互相挺之外 我们在相关的国防 相关的科技 相关的金融 相关的资安 我们都有必要更密切的分享 更有必要更多的结合 这样子促进双边的利益 所以一方面我在过去一段时间 连续三届担任这个 台湾跟波罗迪海三国联营会的会长 我也到立陶宛曾经在那边扮演过 我了解民风淳朴 他那时候对抗当时前苏联这种独裁同志 他们串联起这个牵手护国家的这个活动 造成我们后来台湾这个228 牵手护台湾的这个概念 就是从波罗迪亚三小国来产生的 所以我们这个理念的结合 虽然地缘政治比较遥远 但是我们在未来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有科技 有生物 有更多的这个经济的合作 我想只要是德不孤必有灵 任何的国家的作为外交政策 是一个国家的内政 中国用这种霸权式 用这种湛蓝式的外交 我想英美主流社会主流国家 还有所有的媒体 主流媒体都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立陶宛总统也说得很清楚 不会抗拒任何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形式 的复合式的压迫 或坚定的发展跟台湾传面关系 没有错 其实立陶宛现在意志是非常坚定的 我们跟立陶宛之间就是价值的外交 现在中国想尽各种报复的手段 不过我们看到连美国也不挺中国 美国现在已经有打电话给立陶宛的外长 表达美国对他们的支持 认为说这个立陶宛 或是他们区域挑战的应对 包括还有台湾拓展关系的决心 美国都是给予支持的 民进党立委也正告中国 不要借势借端阻挠台湾跟立陶宛 来互设代表处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有关于中国这种战狼式的外交 但偏偏我们还是有前马总统 这个还是觉得中国的九二共识 真的很棒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稍后回来来请照一下温大哥的看法